《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好了 今天继续讲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我们上次讲到上生观 上生观后面三种持心不杀 俱诸戒行 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修行六念 回向发现往生彼国已经讲过 可能回向还未讲 但我留在前面的三心讲 前面有三心很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三心 承心 心心 回向发现心 承心 心心 回向心 我说 如果讲这些三心 详细的程度 和令人很容易记得的程度 就是无过于往生论中的注解 你知往生论是注解《观无量寿佛经》 如果我们就这样看 诚心 心心 回向心 如果这样去看 不懂深入思维 必须要有高增大则 谈恋大师 世亲菩萨 菩提流之菩萨 他的注论带我们深入去 上次讲了往生论如何重要 往生论如何带我们去走入 承心 心心 回向心呢 他是用五种方法带我们进去 如果有这五种方法都做足 你就已经聚足了承心 聚足了心心 聚足了回向心 这五种方法 第一是离拜门 门即是方法 入门这个方法 离拜门 赞叹门 作愿门 观察门 和回向门 大家不要看向这些门 原来每一个门都领导你进去 继续深入去了解 离拜门就是沙 能够讲新业的修行 赞叹门是口业的修行 其实身业和口就是戒 戒的修行 作愿门 观察门和回向门 就是要意业 意业里面就是说定和为 即是诚心 心心 回向心 必须要在身口意里面去履行 用身口意去履行这个 心 盛心 心心 回向心 不是这样想就算了 要身体力行 not just talking about it you have to walk do the practice 就是这样的意思 身和口就属于戒 戒就属于你的行为 practice 因为我们往生必须要三个很重要的要素 弥陀经也是这样说 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说 观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说 大世子菩萨念佛圆通章也是这样说 普愿菩萨十大愿行也是这样说 观世音菩萨念余根圆通也是这样 也要行 即是说你要修行 不是只用口说 我好诚心 我好心心 我法回向心 说就是说 你要行才行 这是身口的戒行 定位那方面就是信和愿 因为定位是一种心态 心态的表现 信 愿 行 如果这样具足 那就真真正正修念佛法门 当然念佛法门有观想念佛 观状念佛 实相念佛 和慈明念佛 大家要知道这几点 我们继续 好 往生极乐的三要和三心 三要就是信愿行 如果你没有这三要 你是不会诚心的 你不会心心 你不会发回向心的 你都不信 你怎会诚心 你信 心信 才叫心心 心心地相信 就叫信 愿 切愿 切愿 狠切的发愿 那就是诚心 狠切的发愿 行 身体力行 实践出来 信愿行 你有信愿行 才能够履行到你的 诚心 心心和回向心 所以你不看往生梦的注解 你是不知道的 你不能够这么具体地去履行三心 因为《观无量寿经》只是给你一个轮廓 只是给你一个outline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激这些高僧大德 世亲菩萨 菩提楼知菩萨 谭联大师 他的注解 令我们了解什么叫三心 除了信愿行三要 这三心更加描述得具体一点 不只是信愿行 其实信愿行也是需要心的 他还说要纯一和俗 纯是什么呢 要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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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者就是诚心 一就是决定 只有一个目标 没有改 顺和一 然后俗 念念双俗 其实顺和一专注和决定就是止 念念双俗就是观 而这个止即是济心一处 无事不办 而止即是刀涉六根 静念双计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是心心 信和愿 属于心心 行信一族属于诚心 就将心心和诚心表现出来 所以你说什么是心心 心心必须具足信愿行里面的 尤其是信和愿 你不深信怎会有心心 你不设法愿怎会有心心 那你诚心呢 诚心一定要有行动 就是要行 要专注 要决定 要念念双俗 这样才叫做心心诚心 还有 文字上我们是这样 将它归纳 融会在一起 你也必须要怎样呢 必须要去思维一下 原来是这样的 要这样才叫做心心诚心 在这里我们带出一点 如果你真的想很明白 正土三经 五经 你一定要加个 丘婆提赦愿生计 即是说往生论 你一定要研习往生论 你才可以知道 原来里面的意义 是如此高深的意义 就已经解释了心心和诚心了 如果至于 这五门念佛 是怎样去更加令到你的心心和诚心 实存于你的行动呢 那你便需要有五门 刚才已经说过五门 礼拜门 赞叹门 作愿门 观察门 和回向门 为何有回向门 因为三心里面除了心心诚心 还有一个回向发愿心 必须要回向门 什么是回向 还没说回向 什么是回向 回向是一种大慈悲的功德 不舍一切俘虏众生 心诚作愿 回向众生 得成就大慈大悲 缘故 没了回向 还哪是众生无边世怨道 一定要回向 回自向他 回小向大 回是向你 回小向大 回自向他 以自己的功德 回是一切众生 作愿共生安乐淨土 这个是往向他 回恩向果 生彼土以得 生彼土以得 vipassana 作愿共生安乐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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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atha 和毕婆 Selo vipassana Samatha就是指 vipassana就是观 成就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后 回入娑婆教法一切众生 来福德勒共生佛道 这个是回恩向果 你必须要有 子观之恩 才能得到 子观之恩 或是发三心之恩 或是三要三心之恩 发三心是什么呢 诚心 三心 回向心 即是三要三心 三要三心是信愿行 纯一族 在行为方面是五门 礼拜门 赞贪门 作愿门 观察门 和回向门 这样才是回恩向果 这些要很熟 熟了就知道 我有没有礼拜到 我一天都不拜佛 因为念佛 还要礼拜 我有没有赞叹 我有没有作愿 我有没有观察 不用观察 不是 也要观察一下 或是你不要深入观察 因为你词明念佛 你也要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 加强你的心心 加强你的诚心 原来是这样的 要观察 不单是要观察 不单是作愿 不单是要念佛 还要回向门 就是这样 直到现在 我已经将这三心大致上说出来了 这三心大致上说出来了 我们将上生观的下半部 都完成为它 就叫做讲了上生观 因为你真的要去到往生论 他的三心三耀 五门念佛 做到很具体 那就是上品上生 上生观 这就是下面那一段上生观的文字 阿弥陀佛放大光明 照行者身 与诸菩萨受手迎接 观世音大世智与无数菩萨 赞叹行者劝尽其心 行者建议 欢喜踊躍 这是时相 即是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大世智菩萨 化应身无量 因为有那么多众生 观音菩萨可以化无量的应身 去迎接这些 要来 极乐世界的众生 所以 千千万万的人 又有千千万万的 这帮三性来迎接你 还有千千万万的 阿罗汉 化身来迎接你 所以 你不只千千万万 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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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自见其身 圣金光台 随从佛后 如 潭子倾往生彼国 自己 就会在金光台上 随佛的后面 潭子倾即是 很快 往生彼国 生彼国已见佛色身 众相聚足 见诸菩萨色相聚足 光明宝临 演说妙法 又看到真真正正 如观经所说的一切 如此壮严 而且是 光明宝临 演说妙法 民以即无生法忍 听了之后 便会误读无生法忍 什么是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 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我们从文字上的思维 在经论上告诉我们 无生法忍是怎样的 真真正正的无生法忍是实相 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诸佛实相 我们怎可能 那句说话说出了实相 我们只是用文字诠释的佛相 无生法忍 什么是隐 先要误读佛经里的说话 无生法忍 我们怎样 忍 这个忍 我们当作一个名词 Nound 一个名词 忍是什么 安住在那地方 You sit You stay put in there 你安住在那个地方 而不动的 这就叫忍 人家骂你 如果是众生的生人 人家骂你 我安住在我 平等心中 不起真爱 不起分别 我又骂我忘锁 又忘锁 便说安住 人家骂你 你发怒你 你便忍不了 人家骂我 我不骂他磚头 人家骂我 我不骂他磚头 人家骂我 我不骂他磚头 有些人说 你不是修行佛法吗 是呀 但当时不知道 不记得 没有法治 想不到 我不是每一个念头 我都懂 霉光反照 是 没错 慢慢学 你忍不了 什么叫忍不了 忍不了 你要安住在那里 不动 那你安住在哪里 无生法 无生法 什么叫无生法 你解无生法 是什么 即是在不生不灭之法 不生不灭之法 就是无为法 无为法 是超越了世间的一切诸法 超越了世间的一切诸法 怎么说 超越了世间的文字 怎么说 超越了世间的文字 就是离言语上 离了言语之上 离心愿意识 就像《大圣喜讯论》里面说 离文字上 离了心愿意识 咬好无言 这样也要说 不能咬好无言 不生不灭之法 不能咬好无言 这个无生法是什么法 不如我们这样 我们刚刚读了 《灵验经》里面的 观音菩萨所修的无生法 它是逐渐如何修的 我们就循序这个默落 去追溯一下无生法 为什么 观音菩萨是如何修行的 耳近圆痛 他在海边修行 听到海潮声修行 他能够修行到 初以闻中入浪忘所 所入忌直 动静 以上 了言不生 如是渐僧等等 他能够 能够将动和静 这两个结解开 你知道我们人生生命有六结 动结 静结 根结 觉结 空结 和灭结 要六结 观音菩萨修行 当你解了六结 直到直灭的时候 你便是无生法 直灭灭者何有法 无有一法可得 直到直灭就是无生法 那怎能直到直灭 所以不继续一步步说 你是说不通 你是不明白 我们观音菩萨 开始修行的时候 他能够收到 动静意上了言不生 即是解到静结 解到动结 动结和静结 动结和静结是什麽意思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 都在动静意上之中 Activity or inactivity 如果真真正正 真的要给他意义 动 所有贪神痴 杀到淫妄 不动就动伤 骂人不是口动 打人不是手动 杀到淫妄全都是行动 不是行动 是心 除了行动 还有心想 没有行动 心想的包括了 在静 包括了心想 没有做出来 但在心想的 你虽然没有发怒 但里面充满妒忌 你虽然没有发怒 你里面的自尊特强 自我特大 你虽然没有发怒 但你闷闷不落 虽然没有发怒 但你抑郁 你愤怒 那些是正相 观音菩萨能够做到 动静意上也不生 当动静意上也不生 那又怎样 他就看回 我能闻之根 能够解决动静意上 一定有根性 我这个根性是怎样 我这个根性 也有一个 我所执着的根性 我连根性也空 我解除了根结 我不执着我的六根 我六根很厉害 我比你厉害 我比你清静 这样行吗 你这个根结也解除了 当你根结的根性 也不执着的时候 你就是什么 你就没有了我 破了我执 破了我执是什么 就是空观成就 你能够空了我 那是什么 那就是 上座部所说的 阿罗汉 初过二过 三过 四过 乃罗汉 毕知佛的境界 已经超越生死 但观音菩萨继续修 如是自不增 他再修的时候 觉 这个根性 我还有一个 觉得这个根性 可以成就我的正念 我连个觉 也解除了它 我都不执着 觉 这个觉也不执着 我还有空 我要空了这个觉 我空了这个觉 我还有觉 我现在要空了它 连空这个结也解了 即是觉和空这两个结也解了 那是什么 你破了法执 你以为你有佛法 没有 我不执着这个佛法 你以为我很聪明 我现在懂得孔雀明王法 我这个孔雀明王法 我是可以 灭除一切 这个法是很重要的 我懂这个法 你不懂 法 连法都破了 就没有了法执 那你成就了法空观 二空都皆成立 大菩萨 登地菩萨 而是他慢慢再修行 再修行去到什么 空 我还有空的概念 我空都破了它之后 我还有什么 我还有 破了空的时候 我入到直灭 我入到无生法忍 我入到直灭 你应该灭 一个无生法忍的概念 我都破了它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直灭为乐 我破了灭 破了灭是什么 法执我执都没有 连空执都没有 叫做空凶 破了三执 我入到无生法忍 唯有无生法忍 你有没有入到无生法忍 不要说无生法忍 普通人家罵我一句也忍不了 怎会无生法忍 还有 我有很多 眼而鼻舌身意 所执着的一切 我完全忍不了 那你便无生法忍 所以 无生法忍 就是这样 这个无生法忍 是讲次第的 所以 闻以即 误无生法忍 这个意思 不是说一闻之后 他就成就阿罗多罗三叶三菩提 他不是 即是说 慢慢慢慢 他就能够误到无生法忍 这个我们在佛法里面所说的 天台中和唯识中里面怎样说 破一份无名 正一份法身 即是什么 破了一份无名 正一份无生法忍 你破了无名才正发生 所以无生法忍是有层次 经虽然历世诸佛 遍十方界 于诸佛前 次第授记 还至本国 得无量百千陀罗里门 是名尚稳上生者 他又可以虽如之间 去十方佛土听法 得到佛 当地佛土的佛是售记 还到自己的本国 得到这些诸佛的 受与无量的法门 百千陀罗里门 Darani 百千很多法门 代表无量的法门 陀罗里是什么意思 Darani Darani是什么意思 Darani是 总词 总词即是 这么多法门 我怎样用一句文 几个字可以包括它 唯有是怎样 总词了这么多法门 Darani 总词 总词了一切法门 在里面 无得总词 怎样可以总词 无量法 百千万亿 那怎样总词 不总词也要说总词 托罗里门 所有佛法的一个统称 在这里就这么说 施名 上品上生者 如果这样就能够上品上生 大家能否做到上品上生 或者你得也不一定 你不要看下自己 或者得也不一定 但是要修行 所以 我们信法的人 初初 你除了说 你修炼佛法门 你都应该涉捏 其他的 佛所说的义理 当然不需要喝了那么多海水 大如烟海 但有些 需要知道的正念 你是要知道的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深入 开始 这个正道的法门 如果有时间 将来我可以 跟大家探讨一下 历世以来 有很多高僧大德 本来是修其他法门 他去到某个时间 年纪大时 他转修正道法门 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 因为可能他们发觉 其他法门不是那么容易学 因为我们在末法的时代 末法的时代 就是佛法慢慢慢慢衰微的时候 学习法门是非常困难 因为没有名师 名书少 正法的时候就有名师 正法的时候有佛在世 又有那么多的大阿罗汉 可以领导我们 我们容易得到法 障法的时候 就已经慢慢慢慢都烟没 现在我们在末法的时候 根本佛法是衰微的 在衰微的趋势里面 我们怎样可以 用深的法 去 了切生死 必须要正如十住屁薄疏论 龙树菩萨所提出的 容易修这个法门 虽然容易修 亦不是容易修 亦需要 里面要 三心三要五念门 身口以三叶 戒定为三无流行 逐一逐一去修行 已经够我们修了 所以 其实里面已经包括禅的道理 有些密的道理 又有天台的道理 所以我们 不需要想那么多 如果你的佛理已经知道了解内容 你可以一门深入 尤其是你年景那么大 你一门深入 这个是正祖的法门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再续 就是这个是这样的